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谢谢主 这段时间在分享保罗的生命 他的生命从一部一部 不但他所写的这些书信 神用他的个性特质 保罗是一个有非常好的装备的人 他是加玛列的门下 我想用今天的话来讲 他有很好的神学的装备 他有很好的圣经知识的装备 他非常的聪明 他非常有能力 他辩才无碍 他也有那样的个性 以至于神大大的使用他 当然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美好的特质 值得我们学习 我觉得我为神造了保罗 而保罗愿意在上帝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 神用他成为历史历代基督徒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成为我们的祝福 感谢主 而相对的我看到另外一方面 是我为保罗感恩的是 这一路走来 神不但用他 神也不断地修剪他 同样的对你我也是一样这样 神用你我的恩赐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不断地修剪我的生命 我以前很喜欢戏剧 我有十年的时间 神让我参与在一个戏剧步道的侍奉里面 我很感恩在那里 我写了好多的剧本 我导了很多的戏 我也演了很多的戏 我也觉得 哇我的恩赐被神重用 哇我好感恩哦 我觉得我的剧本还真的蛮好看的 我导的戏其实很不错 我演的也很不错 是那段时间十年 神真的用我 也用我们那群年轻人 那四五十个人 神用我们很感恩 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更感恩的是 在那十年当中 神一边用我们 神也一边修剪我们 个性脾气 人际关系 骄傲 嫉妒 圣洁 各方面经验神的很多的修剪 谢谢主 以至于那十年过去了 那些演过的戏也过去了 今天大概也没什么人记得了 除了我们这些 自己演戏的人在那里 自己穷过瘾的时候 哇当天我们演的戏 多好看 早都被别人忘掉 那些事工都过去了 可是更美的是 在那十年当中 在我们那个剧团里面 今天有四五十个人出来 成为被神所重用的传导人 有非常多的人 在教会里面成为长老 成为执事 成为神在他的国度当中 被他重用的 我觉得最美的 还不是那十年 神用我们的恩赐 有人会演 有人会导 有人会做音乐 有人会做灯光 有人会做化妆 有人会做舞台 神用我们的恩赐 但是更美的是 如果 我觉得神真的知道 神知道如果不是靠着那个戏剧 那个吸引我们的戏剧 我们大概不太愿意被神修剪 可是因为很喜欢戏剧 为了把戏剧做好 好吧好吧好吧 就被神调吧 被神磨吧 被神修理吧 谢谢主 神用保罗的特质 恩赐 能力 才华 条件 装备 神也在那个过程当中 不断修剪他的生命 感谢主 神不只是这样特别恩待保罗 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是这样 神要用你 神会用你的恩赐 神会用你的条件 神会用你的才华 神会用你的能力 神会用你那个独一无二 无以取代 只有在你身上所有的那些特质 而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不断地修剪你的生命 就好像保罗 神用他 但是玄也修剪他 年轻的时候放不过别人 年老的时候 愿意再给别人一个机会 你我生命的过程当中 都曾经经验 在我们很糟糕的时候 我们 别人放过我 别人再给我一个机会 今天主也问你 那么 此时此刻 如果你很感恩 在我最糟糕的时候 神再给我一个机会 在我最软弱的时候 神借着这些我周围的人 再给我一个机会 今天 你愿不愿意也 再给你周围那个失败 软弱糟糕的人 再有一次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